好 已經三月了 三月有好多的新智上路 我們要帶您一起來看看 我們也整理了懶人包 確實有一些的規定變嚴格了 但也有一些的條件變寬鬆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有三家醫院 如果你去看病 可能這個醫藥費是變貴的 因為這三家醫院升格為醫學中心了 分別是台北慈濟醫院 還有衛福部雙和醫院 以及新竹台大分院 新竹醫院 通通變成醫學中心 那也因此包括了門診跟急診費用 都不一樣 漲價 包括了門診的部分兩百四 變成四百二 急診四百塊 變成了七百五十元 那等於算一算 如果是急診的話 要多花三百五十元看病 除此之外 健康相關的議題 還要提供您一個訊息 就是公費流感疫苗 要開放全民接種 原本是只有高風險族群 包括了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還有學齡前的幼兒 以及醫事人員才有資格來打 但是現在不一樣 從三月五號開始 全國只要六個月以上的 為施打民眾 你都可以打公費流感疫苗 現在大概算一算有七萬多劑 而且是打完為止 如果要打 當然就要盡早的申請了 還有一些規定也是嚴格一點 包括了是在酒駕重新考照的部分 因為要修正這個酒駕防治教育 及酒飲實施管理辦法 原本是說呢 只要你被這吊銷駕照 執照呢 如果是處分三次的話 你就必須要完成一些任務 第一個包括了 你要完成酒駕的防治教育訓練之外 還要去參加這個治療十二個月 至少要十二次的酒飲評估 這兩個都完成之後呢 才可以重新來考領駕照 但是現在規定更嚴格的是 原本說是處分三次 現在要改成兩次 等於是兩次 你就必須進行下面的這一些任務了 所以提醒嚴格的規定是有改變的 除此之外呢 包括了婦女在就業 政府也要來鼓勵 所以只要是因為家庭因素 退出了勞動市場一百八十天以上 就可以跟勞動部這邊來申請 申請的時間上半年的部分 就從三月一號開始到五月底 分成兩種 一個是自主的訓練獎勵 最高可以拿三萬元 在就業的獎勵是一點五萬 到三萬元左右 好 那在交通方面 還要提供大家訊息 也就是台北市 如果呢 你開的是燃油車 結果你占用到 等於是停到了電動車的充電格 停車格的話 現在要來開罰了 因為這樣之下呢 開罰的數字也出爐 開罰六百到一千兩百元左右 所以小心真的不要停錯 那說到了停車 包括了何歡山這邊 可能天氣一冷 好多人都會上山追雪 當然這邊有很多的停車亂象 包括了長期占用車位等等的 現在呢也延遺 可能要收著停車費 來阻止這樣的亂象 可是哦 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我們先來看 最主要是停車格不多 中型巴士十三格 汽車一百二十八格 機車七十二格而已 那接下來呢 研議收費的整個費率的話 週一到週四 週間一個小時五十元 週末一個小時六十元 那最高的上限也只有三百元 所以好多人就說 你週間跟週末 這也才差十塊錢而已 而且最高上限三百 等於是大家會去停這樣的車位 而且佔用的時間 恐怕不會改善 甚至有些人可能會車速啊 是不是這樣太便宜了呢 好 現在這個林業署南投分署就回應了 他們說原本就是在三月的時候要開始收費 但是現在審議還沒有通過 通過之後就會來公告 那費率的部分也會再跟委外的經營業者 定期的來做滾動式的調整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